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怀着孩子让你吃了不少苦 委屈你了 臣妾有幸 怀上皇上登基后的第一个孩子 这是何等夫妻 臣妾再哭也值得 太医院承文说 你的产期在春天 朕叮嘱皇后了 让她多多照应你 多谢皇上 等龙胎一落地 臣妾也就安心了 皇后体恤你 说冬日天寒 免了你成婚定性 这是朕登基后的第一个孩子 你要好好养着 母子平安 都还不知男女 皇上就认定是个阿哥了 是男是女 朕都喜欢 不过最好是阿哥 又不舒服了 太医说 臣妾怀着龙胎 偶有不是 主儿 该用小食了 这碗青鱼羹是用姜醋烧的 醉食开胃 您尝尝 还是那么爱吃鱼啊 纯碧娘娘说了 这样孩子才聪明呢 好 这起撩泡了 真喂你吧 嗯 苏联 梅贵人怀胎八月 接生姥姥背好了吗 内务符已经挑了人了 过几日就会送到永和宫 嗯 这案规矩 接生姥姥要背在永和宫上夜首喜 另外 你也让太医候着 以备不时之需 是 梅贵人到底是有福气啊 娘家没人 还有皇后娘娘看过 皇上有多看重玫瑰人这一胎 你和本宫都知道 可玫瑰人现在生男生女 还是未知数呢 再说了 她成天三病两痛的 不像是给我福气的样子 皇后娘娘真是辛苦了 到了腊月又要忙着年节之事 又要忙着照顾玫瑰人 幸好有你凌厉 能替本宫打下手 姨贵人 你怎么了 皇后娘娘恕罪 贵妃娘娘恕罪 臣妾失礼了 竹儿 你看 多可爱 虽说现在还不知男女 但内务府送来的衣裳 都是男孩居多 连玩具都是马 老虎啊什么的 皇上盼着要个阿哥 内务府还不揣摩皇上的心意 那 若是个公主 岂不是很让皇上失望 公主也好 贴心 公主有什么好的 太后就亏在没有自己亲生的儿子 主 您就想点开心的事情 内务府已经命内阁拟定名字 给皇上过目择选了 皇上真是心急 一个督头也值得费那么大劲啊 这是臣妾送给玫瑰人孩子的 贴身的物件更得仔细些 向力都是生了孩子以后 内务府那让内阁拟了名字来看 这回怎么送来得这么早 内务府的人会看眼色 知道朕特别重视这个孩子 于是请内阁拟了几个名字 如意 你过来替朕看看 是 这二个的名字有三个 永自备 从玉堡 永成 永息 永绝 公主的名字呢 有两个 锦宁 锦妇 你觉得哪个好 皇上这话 不应该是去问玫瑰人吗 怎么倒问起臣妾了 将来啊 你也是要做额娘的 到时候有了咱们的孩子 朕也让你给孩子起名字 皇上惯会笑话臣妾的 朕呢 原本也是想问玫瑰人的意思 可是她的身子一直不好 朕现在只希望 她能平安生下孩子 皇上既然对玫瑰人 和玫瑰人的孩子颇具妻许 那臣妾觉得 永息便是极好的 如果身的是公主 银河妇 都像是田径女儿家的名字 永息 朕也觉得 永息这个名字极好 朕 朕 朕 她们啊都想巴结您 皇上在哪儿歇着了 此刻已经在延禧宫了 要不主也早点歇歇 嗯 来 您慢点儿起 哎 哎 朱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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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上 永和宫来跑 玫瑰人胎气互动 怕是要生命 什么 皇上去看看玫瑰人 走 陪人去瞧瞧 是 怎么玫瑰人的叫声 听起来特别凄理啊 皇上过于忧虑了 女人生孩子不多这样 臣见过皇上 你都在这儿了 是不是玫瑰人不打好啊 皇上您请安心 早产一个月不是什么大事 只是胎儿还下不来 臣要开璀璨药了 好 你赶紧去 好好伺候 朕重重有赏 谢皇上 好 皇上万安 皇后娘娘安 皇上 臣妾听闻 玫瑰人早产 就赶了过来 苏联 多带些人进去伺候 好声照应着 是 皇上 皇后娘娘多带了 两位接生姥姥来 都是极有经验的 快进去吧 嗯 臣妾 为了让玫瑰人 顺利诞下龙胎 已让安华殿的师父 诵经祈福 保佑母子平安 皇后贤惠 一切辛苦了 皇上 这外头冷 咱们到偏殿候着吧 也好 好 皇上 又不是第一次做阿玛了 还这般紧张啊 玫瑰人找他要紧 莫名早产 朕总是放心不下 什么声音 应该是龙胎落地了吧 怎么哭声这么微弱啊 皇上 臣抗监皇上 吉若 玫瑰人和龙胎如何了 皇上 玫瑰人勒得昏过去了 但是并无大碍 只是 只是龙胎 龙胎怎么了 每个人生的是一个小阿哥 但是天生又不足 生下不久 便 便很轰啊 怎么会 刚刚明明听到了小阿哥的哭声 皇上 王妻 龙胎胎 把孩子抱进来 这儿 还请皇上节哀 既然小阿哥去了 还是 不堪为啥 小阿哥 我 陈师 帅 王妻 冤王妻 王妻 兵王妻 王妻 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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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术烈索心 你们先出去后仗 没有吩咐 不得进来 是 把孩子抱过来 王儿 把孩子抱过来 皇上 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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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看见了 您就当什么都没看见 您要站得稳稳当当的 您还有千秋子孙呢 您 皇上 这孩子身形有异 即便生下来 也 不能活长久 您不要太伤怀了 王亲 您安排下去 告诉所有的人 没鬼人不信 生下的是个死胎 立刻葬了去 这 此时 不得再有他人知晓 至于已经知道的 除了本宫皇上和贤妃 就只有你王亲和齐太医了 奴才 不甘可外心 皇上 是玫瑰仁无福 为您绵延子嗣 还请皇上节哀 但愿玫瑰仁有幸 日后 还能为皇家再续香火 皇后 你和贤妃去看看玫瑰仁 真累了 是 皇上操劳了一夜 是该休息了 此地由臣妾和贤妃照料 请皇上放心 是请皇上安心 皇后娘娘和臣妾 一定会好好安慰玫瑰仁的 小阿哥 你赶紧找个好人家投胎吧 千万别 皇上 王公公这慌慌张张的是干什么 慧妆 这是什么 皇上 皇上让我 这 这是 这是玫瑰仁的小阿哥 刚出生就咽气了 怎 怎么会这样 是玫瑰仁 她没有这个福福 慧妆 您今晚上要是看见了什么 就当做什么都没看见 可千万不敢伸张啊 本宫伸张什么 是 是 那奴才替皇上办债去了 奴才告退 好 娘娘 王公公刚刚抱着那孩子 玫瑰仁的孩子没了 没了 永和公自然一品爱情 咱们先回宫吧 好 回宫 回宫吧 好 没了也好 一了八了